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限运动中心 在你们心中极限运动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是这种 还是这种 还是这种 是这种 啊 先這邊要簽一個免得死定 確定一下你是不是有新年輕的心臟病 以及近期是不是都發行的時候送 可以在裡面拍嗎 不能帶進去 所有的飛行設備都不能帶進去 只能在外面 哇靠 非常的遺憾 剛才帥哥說的 所有的東西不能帶進去 就是我的GoPro也不能用 從第一視覺記錄 我跳傘的那個狀態 看來是沒有辦法 Sorry 對不起各位網友 我聽到大家聽到 我聽到大家聽到 發音訊息 真的 音乐 体验了一下 那个模拟跳伞 它的风阻有点大 所以我觉得那个手往后面掰着 这样掰起来有点疼 如果是那个手臂有伤的朋友 我的腿部腰部这些有伤的朋友 不介意这样玩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 然后就是感谢 背后的这位工作人员帮我拍的视频 谢谢你 票价150 真的有点小贵 刚才那个风洞就是模拟跳伞 室内跳伞 200 马上浮车就要连表演冲浪 极限运动我就是极道者 那个水打的淡淡很疼的你看 哇 看教练 那专业人手 我也来一下 但是他说不行 我本来想让那个教练教我怎么站起来 但是他说不行 他说必须得办个会员才可以 哇 叫人站起来还必须得办会员呢 会员多少钱啊 哎 胡子哥已经没有力气了 确实这个极限运动太耗体力 是个体力魂也是个技术 包括我第一个玩的那个项目就是那个跳伞 要达到教练那种自由飞翔的程度啊 教练告诉我 他说需要一年的时间 极道者游戏 就玩到顺 下次我们可以来更刺激的 把更好玩更酷的运动带给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